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質量6公斤 質量6公斤的這個 泡彈 油平面的歐點 正上方自由落下 在為著地以前 水平爆炸成 質量各為 1公斤、2公斤 跟3公斤的APC3塊 那為了方便 這個是上面 這是地面 我就把它轉什麼呢? 轉90度 那這裡是上面 那這裡是地面 那地面的話 這是歐點 然後這是東方 X方向 這是北方 炮彈的話在這裡爆炸 爆炸以後 封為3塊 質量各為 1公斤、2公斤、3公斤 那因為它是水平爆炸 所以 三個物體 它會同時著地 同時著地的話 質心也跟著著地 所以質心會落在哪裡? 會落在這個歐點上面 要落在歐點上面的話 它說 質量1公斤的A塊 它是在歐點的正北方 就是M1 等於1 正北方48米 就048 然後呢 質量2公斤的V塊 落在正東方18公尺的地方 這是M2 這是M2 這是等於2 這個是18 0 東方18公尺的地方 那麼C著地點在哪裡? C的話應該會在這裡 這M3 等於3 好 那我們知道說 你站在直心上面 看的話 這個是M1 R1 R1C 那因為C的話是歐點上 M1 R1加上M2 R2 加上M3 R3 這個會等於0 M1 R1C加M2 R2C加M3 R3C 這個會等於0 好 那現在這是1 所以呢 這個多少 這個就是0 48 那這是2 2的話 把它乘上去 這是加2 18 0 再加3 R3 這個會等於0 好 全部除以3 313 368 好 那這樣的話 R3就等於到什麼 R3 就等於這個 我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的話 只有一個呼號 乘進去的話 是26 12 這16 好 所以這是R3的位置 相對於直線的位置 好 那麼它相對於直線的距離 就是R3取決對值 我可以抽去個4來 4抽出來以後 這就是剩下3 3是12 R4是16 所以3平方加4平方開根號是5 所以是20 2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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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R3 這個M3 距離直線的位置 就O點的位置 20公尺 所以答案是20公尺 20公尺